北纬39度 登陆石城岛 我们见到了大连黑脸皮路 市集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科长王勇 和石城岛文化站吴伟站长 此时他们正要去看看岛上的小主人 王科长 像你每天多长时间来一次这个岛上吗 一天来一次 一天来一次 大概什么时间过来呢 时间不固定 也许上午也许下午 这个岛我想知道 它发开了多少区域里 不如0.1平方公里 现在驻扎了十多万只鸟 还有了黑脸皮路 有十多万只鸟现在脚上 我现在看到飞的就是海鸥 还有黄嘴白鹿 还有鲁瓷 鲁瓷 有鲁瓷 石城岛是北纬39度的海上秘境 在石城岛东部海面上 有一个面积大约0.03平方公里的鸟岛 引起东面 矗立着两尊极似镇守海关的将军巨石 婴儿又名 行人驼 这里有数以万计的水鸟 筑巢安家 繁衍生息 形成了极为罕见的鸟岛奇观 岛上不仅栖息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黄嘴白鹿 还有黑尾鸥 小白鹿 等三十余种珍稀鸟类 更是黑脸皮路在全球的育婴房 最高那个位置有两只 我看到了 它还是根据颜色 就是它全是白色的 那些都是 这边成群了 两个 那边有 我刚刚已经能看到了多少只 九只 九只 刚刚飞了几只 然后上面又那个 有十多只上面 有十多只上面 有些在那里逆时去了 黑脸皮路 是中等体型的珍稀水鸟 主要依赖沿海湿地为生 在国外 黑脸皮路 建于亚洲东部的日本 朝鲜 韩国和越南等地 而在我国 这个位于北纬39度的行人驼岛 是黑脸皮路唯一的繁殖地 每年四月 从南方飞来 春夏季在行人驼岛上筑巢繁殖 到九月 飞往南方 栖息过冬 正因如此 这次与黑脸皮路的会面 十分难得 我想知道吴站长 最开始是谁发现的黑脸皮路 在这个庄河 或者是行人岛的一个地方 我最近好像是圣岛油 叫周青山 这个域名发现的 发现这个鸟 他怎么知道 这个是黑脸皮路 或者说它这个是一个 濒临灭绝的鸟类 国际有爱鸟协会 通过中科院 中科院 北围山一九度的鸟 它就登记这场鸟 北围山一九度的鸟 旅过来的 旅游过来的 就旅到这个地方 旅到这个地方 那个渔民叫周青山 他拿了那个照片以后 正好在这个捕鱼 他看这个鸟 在拿着照片一笔 叫四黑脸皮路